咱这米的百年老汤 也不是那三四十年的配方 那都是火车蛋 那烤的全都是正在食料 和顾客的口碑 你别看咱店销 咱是多少了 一般大店都不一定咱整人做 现在把本次当火车用了 哎呦 把一碗买个车 我利用它拿进去整个粉的杯来 好 专门当小火车用 就拿火了 这杨范木是新鲜的还是本次的 全是新鲜的 都是从柠檬往上顶纸的 这种浓浓的口感 喝到新鲜的米饭不就 一个月的用柠檬浓出炒样 热不散 准备了 今天出锅了 出锅400斤 下午锅还得出锅300斤 这家也有煮包肉了 有 还有炒包肉的 冲里秋江的 炒肉肉两下包 先炒肉 煮包肉都是小山羊的 自己包的 放羊肉吃羊肉就52斤 咱这个是腰排斤 咱得开了锅就放在这儿放 它这边有肉有半斤 你要放太多的话 它这个肉和饭那样就笨你的 这都不能放脏 那好吃 有肉都半年 这个年轻人都要吃的东西 这个红的是什么 红曲蜜 咱这个是不是老汤了 天天心疼 咱什么老汤 你说那半年老汤 但不是水不滴的 它盐的那边吃过的肉 平面的鞋的肉 咱尖跟爹那时候都开出皮子 吃出盐子 老汤 老汤有话吃了 天天在这儿煮煮煮料 里边有烫一口 不滴的 这点辣椒 都是那个辣椒 水的口感比我肉渴 不是那时候特别特别辣那种 你小年轻人都爱吃辣骨的 这个吃辣骨也坚定 但是两种口味 一个麻辣的 一个无效的 这个是香叶哈 对 香叶 这个要煮煮上吃的 两个老汤 这个就差不多了哈 对出会儿的 这个是麻辣的 吃麻辣的多一点还是 吃麻辣多年轻人都爱吃辣骨 但是骨头柠檬 整只多乳酪 那近一点就二十七八一斤 肉多 骨髓爆满 你看 全国排名 南方碗都排不好 南方土 一千块式不干光骨头的 一口就是五香的 一百 一百 二斤多 大份的一百七 五到四斤 五到四斤 一百七 不到四斤 哦,是哦 我只知道我这上猫子撈骨头的 我现在听不见,我撈骨头来的 这点羊毛毛现在是怎么卖的 小时候的一边,二印刀 这个是不是很京城的是吧 对 一斤多少钱呢 一斤四十五 那肚脖肉呢 肚脖肉十八块一个,纯沙阳的 轮口卖 轮口卖 这个还要给它凉一下 这个凉一下 那咱要上桌之前是不是还要加热 不用加热是吧,这凉多少钱 这就是刚刚出锅的羊毛骨 大家看一下,这么多羊毛骨 它一个中午就可以卖完 吃了三天了 连续吃了三天了 对,就是昨天中午前天晚上和前天中午 这个是加猪肛肉的 对,它要了三个猪肛肉 这个是个132的 中份的 中份的 很好 你先吃个猪肛 你先吃个猪肛 这个是干嘛的 这人家做得到厨肠 哦 要不再往前看看 求谁能好 这门口车都没法停 全是来吃羊毛骨的 你在门口车都停不下了 不打发停车 开宝石街过来吃羊毛骨 我同事介绍来的 我同事介绍来的 这一块好像多好 这是个大份四个猪肛肉 猪肛肉今天没饱了 那你猪肛肉 那快点,我来个点 来一顶咯 他这个羊毛骨啊 是45块钱一斤 然后还有这种叫羊排鲸 这种呢是58块钱一斤 肚包肉 这个肚包肉呢是18块钱一个 这个羊毛骨啊 最好吃的就是上面这个鲸 吃到嘴里面就是完全那种 麻辣鲜香的感觉 特别过瘾 吃什么肉都没有啃骨头香 嗯,太爽了 大家看一下 他这个羊毛骨啊 上面肉还是非常多的 这么大块的话 我估计也就能吃个五六块 这骨髓啊是个好东西 不能浪费 他的是备了吸管的 他这个羊排鲸啊就是排骨下面那一块 它上面是带了一根板鲸的 这个羊排鲸啊年轻人吃的特别多 肥瘦鲜尖的 不光有板鲸 还有这个好像就是我们吃的那个五花肉那种感觉 嗯 就是嚼这个板鲸啊有点费力 牙口好的吃这个 我觉得还是蛮过瘾的 它的骨头啊不光上面有板鲸 你看这一块都是脆骨 不爱吃辣的话可以吃那种五香味的 但是我觉得还是这个辣的比较过瘾的 吃的特别爽 它的肚脖肉还配了蒜油 外面一层羊肚啊咬起来就很有筋道 它里面这个肉啊味道拌的特别好 一点不夸张的讲啊 这个羊排骨啊味道还是非常棒的 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过来品尝一下 很不错